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最好的日子是不是已经过掉了 我很坦率的告诉你 我认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要克服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能够把市场活力继续的传承下去 要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 国务院12条 就前天保市场主体的活力和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有些话我不太方便说 就是各位能理解吧 就是中国经济如果要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我觉得要更多的发挥市场主体优势 更多的去除地方保护主义 让更多的具有竞争意愿的自由竞争意愿的资本资产 应该是能够带动经济稳步往前拉的 我觉得最好的日子过去了 这个话也不太正确 只能说增速会越放越慢 这倒是真的 你看我们年轻时候挣钱 我觉得是挺好挣的 每年我在投行里感觉奖金工资是越来越高 还没有哪年下降过 工作十年 每年收入都往上走 但是呢 如果经济增速的话 我觉得以后往下看的话 应该是越来越差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龄化已经是越来越多 第二个这次疫情影响太大了 我都觉得自己啊 跟人交往的欲望都已经下降了 就是我都开玩笑 假如说现在说有一个 就是说的不好听 就是有一个什么美女请我吃饭 对吧 如果换几年前 我可能还很高兴 很热烈 说我们一起聚聚搞一个局 七八个人喝酒聊天 现在我感觉我这种欲望都已经下降了 所以我也觉得自己这种伤害是很大的 这种隐性伤害 对人的这种情感 交际 消费欲望 投资欲望 收入预期 其实都产生了一个压抑 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主观能动性 是精神 而不是说你现在多穷多困多苦 人要看到希望 这才是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是看到希望嘛 但这两年了 我感觉自己感觉自己 我感觉我是加速衰老了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就是能推的饭局 我就推掉了 这个有人说我搞同降低了 不是不是 我个人搞同是一个比较高的人 我只是自己感觉到现在很多 有时候不愿意去交集了 不愿意去组织很多活动了 所以我想很多人其实都这样 有我类似感觉的朋友打个666 在我们直播间 就这两年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自己的这种收入预期 交际欲望 这种这种 这个是什么活动 你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也许真的是受到了这种自然界这次病毒冲击的影响 你们也不要吹牛 说我在家里待了 我感觉活力越来越强了 那我觉得你倒是天生异类了 因为这个话题 我真的是主动想过这个事 我其实可以有很多交际活动 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懒得干这事 不是跟年龄有关 我这个人一直跟很外向的人 又是个见识过 对吧 境内境外很多好玩事情的人 我不是一个说到了岁数就 就歇菜的人 所以我要我要想我要改变自己 我要这个我要时刻提醒自己 我要我要改变 我要更加积极一些 手上只有几十万一百万的人 如何理财如何分配投资 滑 说这样啊 如果几十万投资的话 今年如果你只有能力做多的话 你要慎重买股票 我再讲一遍 就是说现在不要因为钱少 认为股市下来了就积极买 我认为现在有可能不是这次熊市的底部 就是二八什么六几 就是那个低点 我认为有可能不是这次熊市的底部 当然也要看后续的政策会怎么样 你这个钱现在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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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这人生这十几年过了生不如死 我觉得也没有意思 该租房 就踏踏实的租房 要想方设法 第一个把工作干好 第二个做一个第二职业 第三个在互联网上 看能不能再找找增加收入 如果只靠低的收入和几十万存款 也许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买房了 但也没有必要 非得去把自己燃烧到一套房子里去 我再认真讲一遍 我不是来到破竹 就劝你们死活要买房 人生还是要过的 还要活得跟个人样的 爹妈生你不是要让你去变成一块煤炭 燃烧殆尽的 有的时候如果钱很少 那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就低一些 也要去找那些低欲望的一个伙伴 你找老婆 你也得找一个相对这样的 如果天天逼人去干 那你人生过了实在没意思 我是 要保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对 要吃优质的食品 要适当锻炼 多晒晒背 啊 这也就是